当孩子在学校受欺负时 家长应该如何应对 这个时候 切记怒气冲冲地找对方家长理论 也不要直接找老师 因为老师通常只是叫家长来 然后说几句好话 稀释宁人 这样的处理方式 只会让对方更加得意 过后可能还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家孩子 遇到这种情况 不妨试试这招 让对方跪地求饶 首先 告诉孩子明天照常上学 不要害怕 父母会保护你 其次 孩子上下学期间 家长要暗中保护 随时准备录音录像 如果孩子在学校被霸凌 尽量调取学校的监控录像 掌握孩子被霸凌的证据后直接报警 当警察到场后 可能会说 又没什么大事 都是未成年人 就算了吧 以后再有什么事 我们再来处理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警察如果要这样处理你 应该怎么跟警察交涉 才能保护好孩子呢 记住 要学会转变思维 并把这段话说给警方听 警官 我的孩子虽然没有受伤 但对方多次随意殴打和辱骂我的孩子 我手里有全程的录音和录像 作为证据 根据法律规定 对方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 和故意伤害 我坚决要求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如果对方是16岁以上 请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如果对方是16岁以下 请追究他的治安责任 我希望能让对方有前科劣迹 有违法记录 这样一说 警方就会明白你懂法律 会立即联系对方家长 如果不能和解 就会按照法律程序追究对方的责任 这样对方就会留下永久的污点 对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 肯定会求你不要追究法律责任 这个时候 对方的父母才会真正感到害怕 只有让他们害怕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霸凌问题 然而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更多方法可以帮助孩子 应对各种问题